回顧一下西面上侯友宜去年他是以115万票的历史新高票数连远 没想到获得征召参选总统之后 现在看看脸书上出现罢免侯友宜的社团 社团的宗旨就是要推动连署罢免侯友宜 连署目前为止冲到了1800多元 而且持续增加当中 现在联想到四年前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当初 选上高雄市长没多久落跑去选总统 最终惨遭高雄市民罢免 四年前刚选上高雄市长的韩国瑜执意落跑选总统 民间就自发性发动罢免 最终总统没选上拖垮国民党立委选情 甚至连市长大位都没保住 落得三属局面 如今这样的历史似乎又要重演 一样从脸书发迹罢免侯友宜的社团 五月中悄悄成立 总指除了推动连署罢免 还要要求侯友宜向全体新北市民道歉 社团热烈运作平均每小时就有两到三篇文章 不到一个月社团成员已经冲到1800多元 人数还在急速增加 而且这样的社团还不止一个 这样的巨马不断的上演 那我相信败选只是他们最后的结果 我想这些讯息当然都是一个警讯 必须要去努力的 Weekare或者是歌草团体这些 当然就是现在后续来看 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民进党的一个测译 那无论市长多么的努力 他们一定都会有这些政治的动作 不过这回罢免侯友宜也并非绿营的选战伎俩 因为蓝军也出现罢猴声了 那不只是新北市民 甚至连郭粉郭台铭的粉丝 都打电话到我的服务处 希望我可以罢免侯友宜 只是侯友宜去年底才就任新一届市长 任满一年才能递交罢免提议书 门槛要达33000多份 借着公告日60天内要筹措 另外33万多份联署书 两阶段都通过 那么明年中新北市民就会有一场罢免侯友宜的投票 同一票门槛必须跨过选举人数四分之一 也就是829,130票 且同一票要比不同一票还高 去年侯友宜才以历史新高 得票数115万票连任 如今这些市民是否还能成为他未来最大后盾 备受考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这次市民就会有办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